原标题 印尼苏拉威西岛洞穴 发现可叙述故事的壁画 在印尼苏拉威西岛一个洞穴发现的 4.4万年前壁画 可能是现实人类所知最早叙述故事的绘画作品 该壁画绘画数个半人半兽的生物 手持毛猎杀动物 展开全文昆士兰省格里菲斯大学的考古学家布鲁姆 表示该幅两年前发现的 约4.5米扩子旧石器时代晚期壁画 会有苏拉威西岛特有的水流和野猪 在它们旁边有数个较小 有尾巴和长鼻子四人的生物图案 这些半人兽生物拿着长毛 并用绳子绑住水牛 布鲁姆的同僚奥贝特·Lexim Albert 分析壁画表面多年来累积的碳酸债矿物结晶方解石后 发现其中一个野猪图案 有近4.4万年历史 另外两个水牛图案有约4.1万年历史 它在半人兽图案上没发现方解石 唯由于所有图案都以相近的颜料绘画 可以同样方式褪色 因此仍相信所有图案是同时期绘画 布鲁姆则表示 这壁画虽然不是最古老的壁画 但它或可被视为最古老的叙事性壁画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